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今天来说说鬼灭之人当中 最神秘,却最受尊重的鬼杀队主公 产无夫妖哉 为什么失明得到严重病症的他 有资格成为鬼杀队的首领呢? 以及原来他和无产有着密不可分的惊人关系 在影片当中我也会介绍天鹰这个美丽的角色 另外为了感谢大家让我达成3万订阅 在影片的最后会有抽奖活动 记得看到最后哦 那因为射击剧透,请斟酌观看 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在平安时代,距离现在千年以前 恶鬼的源头,无产 原本是身为人类的产无夫一族 年轻的他因为得了不治之症 将不久于人世,极度渴望生存的他 接受了一位神秘大夫的治疗 不过病情还是持续的恶化 还是人类的无产 认为眼前这个大夫完全是个佣医 分而将他杀害 但过了不久,身体突然好转 不仅得到永生不死 更有了强大的力量 这样的代价是相当惧怕太阳 并且以人类为主食 也因为如此 产无夫一族诞生出这样的妖怪 而被诅咒 刚诞生出来的孩子 体力多病不久便逝世 他们最终迎娶 历代皆为神官一族 才得以存活 不过始终没有人活超过30岁 唯一能解开诅咒的方式 只有消灭一族的罪孽 无产 这种产无夫一族 以鬼无食物惨的斗争 持续了数百年 鬼杀队一直以来都处于劣势 直到了第97任主公 产无夫要哉 终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主公要哉在14岁时 救下了因为杀人 将要被处刑的悲冥与行民 因为他知晓眼前这个失明的男人 是为了救其他小孩 而被误会成为杀人犯 最终对人类失去信任的行民 被要哉所救下 并且成为了最强的炎柱 之后不久 遇上了身为忍者的雨水天原 他能够理解天原 脱离了因为金钱 而杀人的家族 内心所产生的纠结 而且非常感谢天原 能挺身而出 保护人类远离恶鬼的伤害 天原也同样尊敬着 如此带人温柔的主公 最后成为了我们熟知的 鬼杀队英柱 这时候的药灾 还是个风度翩翩的英俊男子 样子几乎与鬼如食物产 犹如双胞胎 不过就在短短的几年间 受到了诅咒的影响 开始因为病情加速恶化而回容 在某一次的祝和会议上 因为刚消灭夏贤之一 孤惑鸟 而成为风柱的石迷 对于鬼杀队看似弱不禁风的家伙 竟然是主公 很不开心 自己唯一像是兄长的好友 慌静 在与夏贤的战斗当中死亡 但是这个命令人的家伙 却活得如此安好 他开口说 你这家伙价值不小嘛 把所有队员当成棋子 用完就丢 这样身材纤细 不成锻炼的家伙 是鬼杀队的首领 别开玩笑了 这时一旁的英柱天原 整个很不爽 严柱甚至生气到 将念珠捏碎 温柔的花柱一出来劝阻石迷 不要继续缩食 主公要哉 却用很温柔的神情说着 对不起 我也尝试过挥刀 如果可以 我也想成为 像你们一样 能够独自守护多人的强大剑士 但是体力多病的身体 就连挥刀十次 都无法做到 对于石迷所说的棋子 要哉从未派任何一个 鬼杀队剑士保护自己 因为他认为 自己并不是鬼杀队 缺一不可的存在 不如让剑士 能多拯救一个人也好 就算自己死去 接替的人也已经存在 甚至受所有人尊敬的柱 都会半跪迎接药灾 也都是出自于 自愿的尊重与景仰 并不强制要求 石迷也跪下 主公甚至把所有 战王队员的姓名 与生平都牢牢记住 这就是为了能够调念他们 为了守护他人 英勇的事迹 这件事情也让脾气火爆的石迷 完全改观 当主公药灾20岁时 多次派妻子天鹰 拜访初始呼吸的后代 石头一家 在某次天鹰 看见因为有鬼战斗 性命垂毁的吴翼郎 他不管弄张双手 奋力的救治之下 吴翼郎最终也成功活了过来 不过却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药灾鼓励着吴翼郎 听从自己的内心 不要放过任何想起记忆的机会 最后吴翼郎加入了鬼杀队 仅仅用两个月的时间 就成为了侠助 这些就是产无浮药灾 与助相遇的过程 接下来说说产无浮药灾 拥有的特殊能力 首先就是拥有让人感觉放松 柔和的声线 能够让人心平气和 仔细聆听他所说的话 第二就是他有着替人着想的体贴 能够体会出行民 并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天元离开家族的内心纠结等等 最后是产无浮药 能够预测未来的惊人直觉 这样的能力使鬼杀队 在最终彻底掌握无产的行动 甚至让产无浮药 拥有家财万贯的财富 借此支撑起所有鬼杀队队员的经济需求 以及需要的对付日轮刀等等 当主公要在病情越来越严重的同时 他也预测到无产 最终会来到自己的面前 为的就是亲手结束掉与鬼杀队的恩怨 那天如日常般来临 产无夫一族自从平安时代以来 不断找寻千年的祸害源头 终于现身 治疗要灾的大夫曾经说过 自己活不过数日 但为了消灭无产的决心 让要灾足足坚持了数个月 一切都是为了今天 要灾撑起身体勉强说着 你所渴望的永生不灭 不会实现 真正永恒不灭的 是人的意志 在这一千年当中 所有因为鬼而逝去的人 他们所传承下来的意志 经过了千年始终如铜龙与虎 紧咬着无产不放 就当无产听不下这些无聊的话 将动手杀死要灾时 要灾却温柔的说了 没想到你会听我说完这些话 谢谢你 这句余言当中充满真实 对无产的感谢 第一是自己家族千年以来 首次与无产面对面谈的话 这个恶鬼却没有出手 让自己把想说的话说完 第二就是感谢无产将要把自己杀掉 这将会激发出 至今为止最强一代的鬼杀队的愤怒 无产最终将无处可逃 同时要灾死前的计划 已经步上正轨 他用无数的火药 给予无产严重的伤害 牺牲了病入高慌的自己 与妻子天英以及双胞胎女儿 看似残忍毫无人性 但假如不这样做 无产将会有所警戒并且逃走 事实上妻子与双胞胎 都做了与产物夫药灾 共同复死的伟大觉悟 所有的柱也都在药灾的规划当中 正在赶来的路上 看见他们紧张担心的神情 就可以了解所有的柱有多么尊敬主公 术士也终于有机会将研发已久的毒药 放进无产的体内 一切就如药灾所计划的一模一样 所有的柱同时抵达 并且开启了最终决战 在主公过世之后 就由他的儿子 产物夫惠利斋所继承 仅仅八岁的他 就已经被教导成 独当一面的当家 引导所有鬼杀队建设作战 最后他毫不辜负 父母亲与两个双胞胎姐姐的牺牲 成功将无产消灭 鬼杀队在这千年的时间 终于赢得了胜利 惠利斋在最后磕头感谢 一直以来用生命战斗的剑士们 脱下主公身份的他 依旧是个孩子 纠缠千年短命的诅咒 也终于解开 甚至让产物夫一族 都有过于常人的长寿 也许这就是产物夫一族 勇敢对抗鬼无石无产 所得到上天的恩惠吧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只要订阅 按赞这个频道 并且在下方留言 想对4号藏鼓说的话 我将会随机抽出两位观众 可以得到 Gaston Luga 所提供作为抽奖的包包 同时提供给观众 85折的优惠码 我觉得非常适合 上班族或是大学生 最后我将会在画面上的时间 抽出两名观众 并且在之后的影片 公布得奖的名单 那假如刚好有在找包包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资讯栏找到连结 再次感谢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希望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